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会在受到委屈时极力迁就忍让 但是无原则的忍让只会让婆婆更不把自己当回事 时间久了把欺负儿媳当成理所当然 女人在婆婆眼里越来越低微 不利于女人在婆家建立重要地位 初秋是个特别温柔的女孩子 大学毕业后在一线城市找了一个工作 但是父母还是觉得女孩子不能一直在外飘荡 还是在父母身边好 便一直让初秋会到老家找个安安稳稳的工作 但是初秋不信邪 他想冲着年轻好好奋斗 于是就在大城市扎根了 日子忙忙碌碌 初秋也没有时间考虑众生大事 就一直胆着 在同事的在山推托下认识了现在的老公 开始的时候初秋并没有太动心 可是老公一直穷追不舍对他特别好 半年之后两个人真是恋爱 刚开始的半年初秋真是要心醒他老公也能给他摘下来 于是两个见了父母 但是初秋的父母不太同意初秋远嫁 但无奈初秋掉进了老公的温柔乡 父母怎么劝他都不听 义无反顾地嫁给了他老公 订婚之后 有很多事情要做 琐碎让生活变得不仅仅是恋爱那么简单 初秋发现老公不喜欢管事 事情多了他觉得心烦就会对初秋发脾气 两个人吵架的频率直线上升 初秋受够了争吵 为了不让战争爆发 他选择退长 顺着老公的脾气 果然吵架的次数变少了 两个人似乎又回到了曾前的甜蜜 结婚之后与婆家相处时间长了 初秋发现老公非常听他妈妈的话 难道他是传说中的妈宝男 每次一回婆家就会吵架 老公总是护着婆婆 而初秋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外人 日子久了 初秋就不想去了 都让老公一个人回去 年初初秋有了身孕 与老公婆婆的关系有所缓和 初秋的父母知道初秋怀孕了 就寄来一大堆补身体的眼窝 人参斗 其中还有一个硕大无比 初秋最爱吃的帝王蟹 这让初秋十分暖心 父母为了给他补身子 送来这么好的帝王蟹 恰逢婆婆来家里看他 竟然在走的时候顺手牵羊 拿走了帝王蟹 婆婆说 初秋 帝王蟹对孕妇不好 你自己小心着点 还是别吃了吧 万一有个什么闪失 真巧你大姑姐身体不好 你这有这么多补品 恐怕一时半会儿吃不完吧 帝王蟹不吃也是浪费 我拿回去了啊 气得初秋差点晕过去 等到老公回家 初秋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老公 希望他能站在自己这边 结果老公白了他一眼说 再让你爸妈给你寄不就行了 我妈这么做肯定有她的道理啊 初秋不想再一味忍让 一改往柔柔的说 我怀孕吃的东西 你妈带走啊 老公一听不愿意了 回嘴道 你怎么这么物质 一场战争又爆发了 初秋老公现在根本无法接受 他的不听话 发了很大的火 初秋也不敢示弱 把这几年的气全部洒出来了 兴许是大动肝火 出现了先兆性流产的征兆 住进了医院 然而即使这样 初秋的老公还是没有退让一步 在他这里已经养成了 初秋牵上他的习惯 而他对母亲的盲从 也因此初秋的退让没有改变 初秋眼里充满了无奈和失望 他后悔当初没有听父母的建议 嫁给了这个妈宝男 自己没有感受到他的一点痛爱 反而还要处处仗着他 初秋在想了一夜后 觉得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拖着行李箱 留下一张离婚协议回到了娘家 俗话说 女人不狠地位不稳 在重要关键的时刻 女人就要挺直身板 强硬起来 这样才不会长期受到婆婆的欺负 更有利于自己在家庭中 站稳脚步 一味的迁就 忍让不但得不到尊重 还会让自己畏首畏脚 生活丧失自有 这样的婚姻还不如不要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请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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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